给您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 内阁会议今天一决 国民型小学找遗书法被列为选修科 而且必须是在家教协会 家长和学生的同意下才需要上课 至于国小方面维持不变 另外来自印度的伊斯兰传教士Zakir 最近在我国的发言掀起争议 包括宣称大马的华人示意课 引起华社不满 来自民主行动党的人力资源部长Kula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部长Kobin Singh 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向首相表明 政府必须对Zakir采取行动 不应该让他继续留在马来西亚 根据人力资源部长Kula 和通讯部长Kobin发表的联合文稿声明 他们今早在内阁会议中 向首相提起这件事 他们向首相和内阁提起 Zakir在大马的课题 以及他最近在吉兰丹哥打巴鲁 出席活动的言论掀起争议 他说他们的立场是 政府必须对他采取行动 同时不应该让他继续留在马来西亚 首相也表示了解两名部长的关注 两位部长也阐明 接下来交给首相决定要如何做 政府必须尽快做出一个决定 Kula和Kobin在文告中说 Zakir的言论具有争议性 所以反对他在国内举办任何活动 或进一步发表对国内族群关系 和公共秩序产生影响的言论 备受争议的这名伊斯兰传教士 今天反驳外界指他在大马制造 宗教不和谐的指控 并声称这些批评者都是利用他的背景 请诋毁他